谢谢各位领导 谢谢杨总的介绍 就是我的题目的话 是碳中和第四十分革命 清洁新能源集成的技术 规模化的一个产临之应用 事实上就是具体会的话 是因为我18年在科技部界调 科技部的话我在中美 在国际合作师 负责美国和加拿大的新能源业务 事实上在18年 直到科技部已经开始 这个内部已经开始在讲 这个对新能源的一个阐述 内容的话包括以下四部分 一个是地下背景政策 这个等一下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 工资介绍和物理规划和这些 然后我记得当初在十三五的时候 就是中共中央其实已经翻布了一个文件 就是说加上智能电网和主人建设 其实我们当年在十三五的时候 当初有人这个权威机构 麦肯锡说未来除了是十大电换机 所以有一万一除了 其实当初我们是加一加一的 同时后来其实现在怀过来看十三五 其实当初对吧 这个有有钱有地位的都看中央新闻 然后在十四五的时候 我后面 按不动 对这是十三五的时候 就是已经讲那个是电风性技术 但在十四五的时候 第一个是 对不对 按不掉 对不对 那到十四五的时候 这个就已经比较明朗了 就是部委的话已经开始提清洁性能源 这个储能是自华地方的核心 并且那个时候的话 正好在五月三十一号的话 在调研国内的太阳能技术 已经发电跟十三差不多了 所以出了五一五三一案 事实上的话同时的话 我们对各个电池作为处理的话 也做一个对比 就是从 十五 零到十五分钟的话 其实超电用机是比较合适的 十五分钟两个小时的话 是理定比较合适的 事实上那电池的话 事实上它其实是 对不对的话是零双体理的一个 一个工作 现在发展出的也很快 然后在两个小时 四小时以下长时间的话 主要是一个是 现在比较合适的一个是 全环液电池 同时的话 我们从这里抽水 数量看的话 其实全环液电池和压缩工具的话 它们两个是最接近于 那个出水数量的 同时的话 就是我们从大规模来看 基本上也可以定义 就是说 全环液流是 大规模的一个手续 然后我们过去18年的话 主要正在全环理电超用机 事实上我们都有一个 一个包裹里的固态 整个一个工作的一个梳理 然后我们基于碳达分的 一个计算的话 就是说 随着太阳能和分能 这么直线增长的话 它在储能率的话 也是以倍增的方式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跟很多院士同类的 一些博士进行一个计算 随着这个 在去年的6月1号的时候 中央文件也是在讲述 2025年可再生能源 达到的可能是60 在这种机析下面的话 储能的话 它其实是以 132倍 172倍成长的 也许 10年以后 这个数据 仍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据 这个原理的话 大家都比较熟悉 跟那个 然而定是有点来事 然后从一年 从日本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密集的调营 国内外的共同政策 然后其实在国内的话 其实 大年 它确实是 在储能政策方面 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 然后现在各个地方的话 它也开始积极赏用储能政策 同时的话 在新疆和西北部的话 已经明确提出了 时长四个小时以上 其实四个小时以上的话 基本上是为 反定是储能设计的 所以从现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不管是政策也好 它已经在推动能源体制改革 也慢慢地认为 就是储能是 十大技术之一 然后是一种 装置和系统 然后从 最近的话就是各种政策 层出不前 然后我们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其实当初也有预测 事实上在2015年的话 说法电池的比例 会达到17.5% 然后我们在去年 2021年 年底的时候 前年的时候 我们跟林德的总裁 梁胜都在我们长沙 进行了一个讨论 讨论完之后 我们其实预判 未来液料电池 在储能领域 它的占比是很大的 会涨到20%到30%之间 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 表述的话 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千亿的 一个千字给的那个万字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这个储能市场里面 其实反正是 它本身是一个万亿储能的 一个市场 同时的话 就是说我们 在6月份的时候 就是6月底的时候 其实刚好我们也是 在跟这个公司交的时候 国家农业局的文件出来了 农业局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 就是中大型储能 不许用杀源 不许用纳流 然后这里面 其实还没讲到 提示电池 然后在前几天文件 又明确提出了 这个储能不允许用 提示电池 事实上在北京的话 已经明确规定了 理理的电池 不能进北京储能市场 同时的话 我们预判在零双铁理 其实在未来中大型储能 也会成这个文件储能 再出去 我们跟在上个月的话 跟部委员下领导讨论的时候 事实上国家 已经在开始讨论 就是零双铁理 未来经济大规模 储能的这个 借用的技术标准 和一个问题 所以的话 我当初将这个文件 和我当年18年 在科技部 介绍的5月31号 出现的光伏的退普案 事实上这两个文件的话 是整个清洁性的 与程度技术里面 10年之内的 两大关键技术 这个指导文件 一个 那既然就是 这个 凡 这个前几天 跟潘克的领导 在交流 这么小众的精手 你要去他乘坐万军之地 怎么办 我们其实也调领过 国家的这种 凡资源 其实中国的话 有两种凡资源 一个是 潘刚和成德的 为代表的 就是凡泰 事实上 这个 这个 裁工成本也比较低 同时的话 就是中国还有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 就是 矿种 就是石面矿 石面矿的话 我们 其实石面矿的产能 其实储量 其实比凡泰还多一点 但是由于 就是如果开车的话 第一个是它凡泡 整个技术路线 所以的话 它长期在高于10万上 所以导致这个 推动员的慢 但是从长期来看 其实中国的储量 是可以 为我们这个 打这场新能源战争的 同时的话 我们其实凡的资源 和房电池预测的话 它整个房电池 未来其实也是 一个市场非常大 我们其实算过 包括福白中央 国电池要做到 100兆瓦 500兆瓦式系统 它其实一套系统 相当于 达着您的电动汽车 1000公里的电动汽车 相当于5000辆 它的电量 所以如果 储能市场 定的市场 要插入理论市场的话 其实很难的 因为储能市场的 它的量级 数量级 是动力的100倍 如果你要你 电动汽车 去冲击100的市场 其实也是 价格也不能成长 那我们公司的话 其实从07年开始 成立商务部 研究房电池的 一个工作 然后到现在 也将近20年 我们整个团队的话 大概有200人 就是技术顾问团队 比较大 有20多个 博士硕士的话 研究生以上学力 也有20多个 200人里面 本个以上学力 占了40%以上 那有 越浪区 雨发区 商务中心基地 和宜村和渠境 定了几地 我们跟十字租 所学校 有一个产学研 研究生合作 协议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前期的话 这几个博士的话 现在在我们公司工作 就是最先的话 我们也是 当我博士 我去读书的时候 当年课计主 能量密度是20 我的博士毕业的时候 是70 然后我的学生的话 大概是在 15年的话 我们做顿锤画的话 大概也是做到100左右 发生power source上面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也是 当初跟中文合作 在碳协议的表面 就是做一些打滚剂 然后同时 做一些催化剂 因为我们这件事 用的是六副灵甲 然后浮的话 有腐蚀性 灵和弹的话 杂蚀性有催化性 当时工作也做了 一两年 然后他这种掺杂的话 使得 当初获得了一个 1000多次循环 就是12剂的话 只有0.03% 那同时的话 为了得到高光的力量的话 我们是在 就是疏通 电子导电和离子导电 然后在碳线纹的表面 当初是原位生产的 深呼吸 那我们当年 文字的话 淘在那个 英文上面 大概是17年 工作的话 是从1年开始做的 整个工作做了5年 同时的话 他的一个实际 因为不是 然后经理海关大毕业 然后回来我们农大工作 他当初的话 用那个磁酸 做了一个类似部系结构 要包袱这三系统的表面 其实当初这里的话 我们最大攻略的话 也能做到事吧 当初其实效果好一点 我们是逃人 所以最后卷到了 额多万30 然后这个是一个 生物赛化 基于那个理论 一个计算 就是 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在工程领域的话 就是我们在19年 当初房的价格 已经是40万到50万的时候 我们 针对房资源 和未来 中国主人的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觉得 未来房的话 会从40万 逐步的话 降到15 然后 12 这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事实上 我们在去年底的话 好像是酒吧 已经降到了10万以下 这样的一个构成 然后我们在以前的话 三百万换用地 所以主要的话 全部用来生产定制页 那我们当初的话 在从16年开始的话 也是有一些合作股东 当初做一些 从实面框里面 做一些构成 所以的话 我们其实在从04年 14年 16年开始 当初的话 我们觉得 其实实面框 它一步提到定制机的话 它的成本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也就在 七八万左右 这是我们对 移植的一个 杂质含量的 一个控制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当中 在移植的一个中视线 然后我们也在 定队方面的话 我们大概从 博士一年去开始 当初在实验室 装一千万的定队 当初我们其实 用的电磁结构的话 类似于现在燃热电磁结构 我们当初 其实燃热电磁 都是可以有 非常好的流道 当初燃热电磁板的话 是从日本拿回来的 现在很幸运的是 看到国内的燃热电磁 也能够 精准的 拿到这种结构板 然后这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是 第二代队 第二代的四千瓦 有二十千瓦和三十千瓦的 然后我们现在第三代队的话 我们这里图没放上去 我们第三代队的话 如果按一兆瓦 一百兆瓦 四百兆瓦算的话 它的其实 千瓦时的成本的话 应该在八百 左右 然后控制系统的话 我们从 一开始 也有一个团队 在做这个工作 然后在目前的话 这个团队的话 也比较给力 然后基本上实现了支付应贵 其实的话 我们从2014年开始 我们当年在整套系统 从定解页 材料的改信 到定解整个系统 其实在一次性的话 完成了这个工作 只不过是后来 第一个是行业 我们一直等这个风口的到来 结果等到好像 后来了吧 含着价格又可以转一下 我们推进一步 房价格又转一下 所以就逗多转转 转紧逗多 我们就这样干了八年 大概 百千瓦时的 也招负了 一二十多左右 那这个的话 是我们在广东 这个广东老板 投资方那边 屋顶和墙壁是太阳能 然后里面有那个储能系统 这样的话 就是你每天能看到 发多少电 存多少电 减二的话 它的爬换量多少 这样的话 就每天就一个 比较经济的计算 那个时候正好 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 这个在联合国 赵云宣布 我们要实现探中和 所以我就给他 标注了一个题目 探中和我们的行动 事实上的话 我们从2014年 做出整个系统 到现在一步步的 不太精细化 我们从八年前 八千万千千万时 降到三千 然后从基于我们 目前在电队的 一个了解和情况的话 我们其实是未来 就是有把握 这样凡电池的 整套成本 系统做到 两千到两千 我之间的 其实如果成 商业运作成本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说的 赵云机能 做到三千的话 其实可以开启 一个商业美金的 一个钥匙 其实主要的 其实最终的话 还是一个凡的 一个波动 然后我们现在 大概有四组项专利 其实电队和定前 两项专利的话 正在审报国家 和国际专利 国内的 已经审批通过了 我们也因为 在房电视 过去获得了 iPad材料奖 然后同时的话 我这个地方 其实用了一个 阿基米德一句话 阿基米德讲的是 有一个支顶 可以撬动一个地球 同时的话 就是说 我们也相信 房电视 由于基于它的 本质安全 长寿命 和中国丰富的 房资源 它其实是 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储能材料 它是未来是 其实是可以 有机会去撬动 这个上万亿美金的 在一个市场的 一个 一个更感的 一个原理的 当然我们也是 希望就是 这个 自己本人的话 学习经历也比较丰富 从福南理工 我实际上是 当时第三名考进 中南大学 化过学院的 所以从硕士博士博号 在中南干了八年 然后一直在 定职领域 做一下研究 现在也在 福南大学 定义协院 本来是全职教授 现在也因为 公司的事情 改成了兼职 然后16年的话 在基金委 18年在科技部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已经开始 理解国家的一些政策 和一些 这个物料行业的 一些发展方向 然后也担任了 能源材料杂志的 副主编 现在影响是 大概15左右 也欢迎 各位房电视专家 投稿 我们在过去 这几年的话 其实很荣幸的是 得到这些导致的 一个支持 同时的话 也在去年 获得了福南省 参与的福南省 重大捐项 以前国家科技部 智能储人项目的 一个项目的参与 我自己本人的话 也在 一个人大学 在联合招博士号 始终就是 根据繁德资源的话 我们相信 其实繁定是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 万亿储人的一个 社产可以做的碳通合 第四次工业 给你们参与者 然后我一直也在 富裕跟潘钢 和很多钢铁厂 在一个交流 就是我们一定 就是 对吧 有个话叫 放长线 钓大鱼 对吧 你只有这个 它其实就是那个价格 它就是个敲敲板 你反正价格 一低一点吧 你这个整个 如果反正是 它能够在前端 对吧 劈开在连上铁底 是吧 然后后端的话 其实整个产能 大起来 我的导师 刘正华 院士曾经 我讲过一句话 工艺化 一定是 微博化 其中化 设备化 等 就是要 产销业还不够 前面加正合商 要政治 政策 对吧 国家 审部参与 最好销售 能跟上 所以的话 我们其实 要做好一个情形的话 要产销业 加正合商 然后大家就是 各个部件做好 然后一起 把这个碳中和的事情 做好 谢谢